俗稱猛甲大拜拜的青山王继是万华人一年一度的盛事 今天是绕境了第二天 在天后宫前有壮观的宗教活动 而市长柯文哲自己也亲自出席 还带头跑了三百米 那我们说到其实这三天的绕境活动 柯文哲是天天出席 而可能的接班参选 台北市长黄珊珊也紧跟在侧 地方宗教盛事不错过 更看得出为了选战磨刀磨磨 站在队伍最前头亲自来服教 猛甲青山宫绕境来到第二天 市长柯文哲亲自接驾 还要带头来冲教 西满丁闹区盛况空前 原来是青山王夜巡暗访的传统 绕境行星猛甲四大庙 为了表示对主神的尊重 要熄灯慢跑前进 三百米冲照圆满完成 而其实今年一连三天的绕境行程 柯文哲天天都出席 从第一天起架 第二天冲照到第三天 还要来看烟火 而且三天行程 副市长黄珊珊都紧跟在侧 热情民众簇拥 简直就像是粉丝见面会 黄珊珊展现地方实力 在地宗教盛事不缺席 也看得出才选2022台北市长 磨刀火火 这是综合报道